喂!Ciri Type-R呢? 怎么没有到尾翼的? 诶,凯文,最近我Honda那边 开启了最新的Type-R 你知道吗? 知道啊 那个车的价钱399,000 差不多整400,000 然后我发现在整个市场里面 出现了三批Honda的那种铁粉 然后第一批肯定就是那种老板 他们就立刻去下定金 好像不懂19台罢了是吗? 嗯,19台罢了 不懂什么抢到车面 第二批的人就比较实际点了 他们讲Type-R很美 Civic很美 然后他们就去选择买一个比较实用的 F1 然后第三批的人是什么呢? 你懂吗? 就是他们会选择买 import的那种进口车的FL 把它改成FL5 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这一台 Honda Civic FL 大家好,我是Paco 今天介绍的这一台呢 就是每个男生最热血的一个Dream car Honda Civic Hatchback FL1 那在我之前的影片呢 有介绍过Honda Civic的F1 这台车呢 跟F1有什么不一样呢? 车头灯会比较高级一些 你可以看到车头里面有一个projector 还有就是它的前面的front grille 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其余的都一模一样 那么其实在国外呢 Honda Civic它确实它有四门跟五门版本来做选择 可是在本地Honda Malaysia呢 我们就只有四门版Sedan的这一个选择 而Civic Hatchback你看起来 它就跟City Hatchback有一点不一样 City Hatchback你很明显就看咯 它就是那种Honda Jazz的那一种平的 可是喔 Civic Hatchback你看起来 因为它的头其实蛮长的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看起来的话呢 它整辆车就好像那种BMW的GT车型 来到车侧呢 可以看到它的尺寸其实 Sedan跟Hatchback 其实也是一模一样 只是那个Lang呢 它是长了一个125mm而已 然后重点呢 还是它这一个非常性感的大溜背 轮毂方面呢 跟本地版本的Civic 1.5T RS一模一样的 可是呢 这个是Dualtune的一个设计颜色 然后轮胎方面呢 是235 40 18寸 然后就到这一个非常性感的车尾设计 它后面呢 有一个贯穿式的尾灯 双处的排气管 而且有这一个 类似一个Diffuser的设计 然后这里跟你们可以说一下哦 究竟Sedan跟Hatchback 最大分别是什么呢 为什么会要有Hatchback的这一款车型呢 答案就是在后面这里 当你这个尾箱打开之后哦 你可以发现到哦 其实它的空间感可能会小一点点 比Sedan小一点点 可是它这个进口的地方 这个这个entrance哦 是比较大比较容易的 如果你拿东西是比较大的话呢 你拿起来放下来的话呢 你不会伤到你的腰 然后这个也是蛮一个特别的设计哦 它旁边自己来一来 你就可以把这个收着 可是当你有放很贵重东西在后面的话呢 这个拉起来的话 你就可以把东西掩盖着了 引擎动力方面呢 它跟本地的1.5T是一模一样 1.5Turbo 然后是四缸的最大马力输出182P 然后扭力方面呢是240Nm 搭配CVT的变速箱 然后这台车的0到100的加速 只需要7.8秒而已 来到内饰方面呢 进口版本的Civic 跟本地组装的Civic 有什么不一样呢 首先呢看起来设计是一模一样的 可是哦如果是进口版本的话 两整椅子都是电动椅 而本地呢只有一张就是Driver Seed而已 然后再来就是进口版本呢 它有Bose的Sound System 然后它的环绕系统会比较好听一些 再来就是它的冷气 如果是进口版本的Honel Civic的冷气呢 它是Dual Zone 就是我两边可以调不一样的那个温度 所以我讲这都是哦 本地版本的1.5T 和进口版本的1.5T的分别而已 可是哦如果是2.0的EHEV哦 它跟这个也是一样是Dual Zone的哦 它还有增加了这一个功能就是 Sharp的Plasma Cluster的空气净化器 好像现在我们的空气比较 没有那么好的话呢 如果你有这一个的话 对车内的乘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 那还有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哦 进口版本的Honda Civic FL1呢 它的前面的这个Meter呢 它是全Digital的 还有就是它的中间这里呢 它是有那个Wireless Charging 然后车的后座这里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 毕竟这一台虽然是很热血的CV 但它还是一台家庭车嘛 对不对 如果我的身高181cm 我的头顶其实没有什么位置 可是它比Shtun还好一些些 因为它是Hashback的这个设计 它后面这个顶位呢 它会比较高一点的 脚的位置非常的宽 然后这个shoulder位置也是非常的舒服的 所以这个如果把它拉下来的话呢 它还翻一个手扶还有杯架 所以做后座的话呢 是very good 很舒服 还有就是这台车会有后座的冷气出风口 可是每周布置的地方就是哦 下面这里呢 它是没有这个充电的接口 会不会人想知道哦 Sedan跟Hashback 其实开起来会不会不一样呢 反正我自己也想知道 走 现在就去试车 现在补充一点就是这台车哦 它跟本地版本的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 它也是有Honda Sensing 可是呢它就没有那个Landwatch Camera 而取替它的是BSM 就是Blind Spot Monitor 其实在日本车款哦 很多他们都会做四门跟五门版本来供你选择 然后就很多人有一些争议 就是说四门版跟五门版哪一台车会 那个操控会比较好 或开起来会比较平稳 因为两台车的重量跟长度有一点点不一样 所以你讲开起来会不会有一点不一样的话 确实打个比如说哦 就是好像Mazda呢 它也是有Sedan跟Hashback的版本 那如果你有开过Mazda的人 你开起来你就懂 两台车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或者是以前那个Mitsubishi的Lancer 它有一个Sportback 对啊 FL1它就是Hashback Honda本来是它是没有卖的哦 Honda哦 最厉害的就是它的操控跟它的性能 就好像一般的continental car一样 这台车我们稍微提速一点点 就看它的情况会怎样 前面有一个转弯 我把速度 开去比较高一点点 然后我进弯 漂亮 整台车呢 整台车呢 是很容易控制 然后你会感觉 steering其实蛮轻的 而且也蛮准确 它的steering的precise 前面有一个是S型的1 而且是下斜坡的 就稍微 控制一下油门跟那个自动呢 这台车的控制性能其实非常的好 这台车你感觉它更加轻盈 然后更加灵活 就是你握着方向盘 你才可以感觉到那个feeling 就在刚才 我进门的时候 我是只是在控制我的油门 其实我是没有brake哦 然后现在我们试一下 如果把这台车 它要是drive mood 把它调去sport mood的话 我们试一下它的直线加速会怎样 1.5T如果你讲它会非常的暴力的话 肯定就不会 不过7.8秒来说 感觉也是蛮快的 我们试一试哦 40 50 60 70 80 到100 Sportmo的时候呢 它的反应它的gear 会比较的激进一些 然后就是它的exor那边 所以你会听到它就比较大声一点 所以刚才我是用normal mood 现在我是用sport mood 来走同一个弯 很容易控制 就是说如果我是不会开车的人 我开这台车 我也是可以很随心的 可以操控好这台车 它的brake呢 它是属于是那种softbrake 那种比较舒服的感觉 就是加速快的时候 我在停止的话呢 它并不会有那种很厉害的那种 顿挫感 好前面这里又是另外一个下斜波 稍微把速度开到80 90 进弯 轮胎有一点不停化了 可是一切都还在操控之中 非常的平稳平顺 yes 果然就是操控代表的 Honda Civic 这台车它除了是一个很实用的C Segment家庭车之外呢 它也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性能车 一般上1.5T哦 它的马力输出也是在 介于在百四百五左右 可是这台车哦 它的官方数字是182匹 我就觉得 是不是把那个数字爆大了呢 可是当我开启这台车的时候 确实这台车是比一般的1.5T 来的更暴力一些 马力真的是给到你180匹的那种感觉 那如果你是习惯开2.0T 或更大 更大马力的引擎的车的话呢 可能你会觉得这台车哦 是刚好够用而已 的确这台车1.5T 它是更多的时间是给你 平常的用 daily drive 可能在你家人啊 或是你平时上班下班的一台 比较舒服而且又比较省油的一个 一个引擎 不过当你需要 它给你一个力量 你需要一个 spreaded drive 这台车也非常非常的适合 现在我觉得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买Civic 如果你有开过Civic的话 你就懂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回到平时我们会常用的那种路道的话呢 通常我们70% 80%的时间我们都是慢慢行驶 我最大的考量其实是它的维修方面啊 它的油耗方面啊 因为这些都是估计着我每个月 总共会要付多少钱给这台车的哦 舒适度 对于一般上你要买C-Segment的车来说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除了这台车 是一台我可以讲是加辣了的家庭车吧 如果一般上哦 你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 如果你是挑去Econ mood的话 你会感觉整台车哦 的那个油门反应哦 非常的迟钝非常的慢 因为Econ mood的话呢 你是可以省下蛮多的油耗的 之后呢 车也感觉的也是更加是舒服去了 它跟一般的C-Segment 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的路感很好 就是如果这条路 它是不怎么平滑的呢 或者是它比较粗的话呢 你其实是可以从你的脚 你的手或你的屁股 可以感觉到这条路 不是因为车的Quality不好哦 而是这台车的设计就是要这样子 然后因为有些C-Segment的那种家庭车哦 你就真的是平顺到你感 你完全感觉不到路感 而这台车 因为它比较加入更加多的是它的那个 控制它操控的那个热血的那个感觉 所以这台车哦 就算你慢慢走 平时这样子走的话呢 你也可以感觉到这台车其实 它是一台偏向性能多于舒适的一台车 其实我蛮多朋友是开Civic FE的 也就是Sedan版本 本地版本的 来开Civic 很多朋友他们也把这台车哦 把它改装成更大的马力 就可能变成一个轮上250匹 或轮上280匹 我都有听说过 可是之后他们就会跟我们说 就是它的CVT压项可能就顶不顺 可能会有那种故障的问题 但当然这也是个人的喜好 你买一台车 你就是用回它原装的 或者是你要把它改成你自己喜欢的样子 这完全是出于你自己的喜好 如果你拿这台车来跟它的直接对手 Mazda 3的话呢 这台车的隔音比Mazda 3好一点点 然后有一点就是哦 这台车哦 如果你在红灯区转绿的时候 你的那个油门反应哦 它给到你的油门反应 你是会很开心的 你坐的位置哦 就刚好 你不会觉得好像你只要调整你的身体的坐姿 坐的位置真的是 很舒服很舒服 然后这个排感也是 不会太夸张 也不会太低调 然后就那个设计就刚刚好啊 还有就是这一个honeycomb的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设计哦 就跟那个车头的griff就是一样的设计 然后它是隐藏式的这个冷气孔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如果讲这台车哦 有一个蛮厉害的东西就是 你可以开这台车走长途 你不会觉得累耶 人体工学的那个设计哦 做出来真的是很好很完美 这是一台很好的daily car 这台那么炫酷的进口版Civic 它的售价为19万 竟然比本地版本的1.5T Civic贵了足足4万块 可是哦 当你开着这台车上路的话呢 全世界看着你的那个表情就不一样了 因为你是最独特 你是最有品味的 可是品味这东西并不是免费的哦 那如果你买这台车的话 你会把它变成FL5吗 还是你会珍惜的FL1本来就有的很好看的样子呢 留言给我知道 以上就是我这影片的所有介绍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与分享 多多支持本地创作 那如果你有兴趣想要买车的话 也可以找我哦 我是Paco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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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